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午写作业 做手工 有时也会跟爸爸学种菜和做甜点 爸爸的厨艺超级棒 我和他一起制作了桃花酥 和花酥等等 好多甜品呢 在这个特殊时期 我们还在家制作免洗消毒液 他可以保护我们远离变毒 可是在家待久了 我变得越来越不开心 我想念我的朋友 想念大自然 于是 爸爸妈妈带着我去云少的公园骑车散步 外面的世界 生机益然 蜜蜂在死车菊花丛中彩蜜 鱼鱼在莲花池里吸吸 加拿大鹅宝宝在河水里跟着爸爸妈妈游玩 他们的生活 似乎完全不受病毒的清早 我喜欢春天 可我更羡慕这些自由玩耍的小动物们 六月 密西根州一起拋转了 我终于可以出门 跟我的小伙伴们一起玩耍了 我们一起骑单车 一起跳蹦蹦床 一起玩水 一起玩水 一起聊天到日落 病毒曾短暂的没收了我和朋友玩耍的时候 没收了我去学校的权利 没收了我出门的自由 还好 我有爸爸和妈妈的陪伴 2020年的春天过去了 希望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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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